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来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这个王毅啊 打脸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夏立言 咱们叫做王毅打脸他呢 其实这个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么我们来看 所谓的目标达成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反台 倒念舆论呼民进党摒弃政治操弄 中国所谓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日前率团访问大陆 17日结束行程返回台湾 当晚在抵达台湾桃源机场后 夏立言表示 此行包含关怀大陆台商 向大陆反映台湾 这个农渔民新生等 就得到了正面回应 此次访问收获很正面 目标都有达到 是很成功的访问 对未来两岸交流是好事 国民党今日也发表新闻稿表示 夏立言此行的三个主要目的 关心在路台湾民众 反映基层民意以及和大陆 涉态人士交流 在夏立言结束访路后 皆以基本达成 也获得大陆方面积极回应 夏立言称 在与台商台胞作谈中 针对两岸通航受限 与会者均期盼 尽快恢复疫情前的回应航班航点 他表示 此次访路行程充分感受 大家对恢复两岸航点 航班的关切与急迫性 国民党会尽最大努力推进此事 当前两岸同胞对实现正常交流 往来意愿强烈 民间党当局虽然嘴巴双硕 愿意交流 但仍是种种设限 台行政机构核定 小三通常态化推动 却对航班数量及开放对象 能有限制 台陆委会宣布 自2月20起恢复开放 港澳居民赴台各人游 也能把大陆居民排除在外 那么其实夏令言这种讲话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 你主要是去见的是台商 所谓的台胞作谈 那只是代表说 往返于大陆的这些人的意愿 但你说两岸同胞 对实现正常交流 往来意愿强烈 这是吹牛逼 老兵来扬代表中国 沉默的大多数 我是中国 以及全球 我们主流民意 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 在这里我 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 沉默的大多数 说我们不希望两岸有什么交流 我们不希望 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 要跟台湾有什么交流 我们强烈的意愿 就是打掉中华民国 实现祖国伟大的统一大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是我们强烈的意愿 而你没有跟我们来谈过 你不能代表我们 你别在那个地方跟国财办敬个面 国财办也代表不了我们 社会大众 国财办只能代表国财办这个办公室 只能代表宋涛 代表不了我们广大的大陆民意 我们不希望跟台湾有任何的来往 我们希望制裁他们 我们希望打击他们 我们希望包围他们 我们希望统一他们 我们希望如果说他不接受和平统一 我们就是要武装统一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任何的东西 国财办是国财办 我们是我们 那王毅当然马上就打理这个夏令言了 那王毅部长 他是这样子说的 台湾过去 现在和未来 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国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毅 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上表示 台湾过去 现在和未来 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国家 王毅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它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不会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台湾问题的现状 他指出 想要改变现状的不是中国政府 而是那些台独分子 去年八月初 随了美国中央议长 南希佩洛西访问该岛后 局势迅速恶化 中国将该岛视为自己的身份之一 强烈谴责佩洛西的访问 认为这是美国支持台湾分裂主义的步骤 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所以大家要知道 王毅这种话一讲 其实就是在打脸这个夏令 就是说 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过去 现在跟未来 你们都不会是一个国家 不要想着苟延残喘 不要想着乌龟王八局 乌龟王八戏 这个东西还可以搞下去 那是不可能的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说 你说这个国财办的上海办公室 他们到台湾去了 要把东西弄上海来了 反正我作为上海市民 我是不会买任何台湾的产品的 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是绝对会从我个人开始抵制 我不喜欢他们的东西 他们那个东西都有食品安全隐患的 台湾这些食品 什么渔民 他那个东西有祖母绿的 他有祖母绿的东西 有打激素的东西 我们怎么能够去吃呢 对不对 他们就急功近利 把残食品都甩给大陆 他那个菠萝 凤梨 他妈的我们干嘛不买 我们自己广东湛江虚文的 我占有他老家的 我占有他们家就是虚文的 他们家种香蕉种剥落 我为什么不去买他们的香蕉跟剥落 那甜的又甜又好吃 对吧 我为什么要去弄台湾的凤梨 都有寄克虫的 我要去吃这种 而且那个心都是黑色的 都是食品 我要去吃他们那些东西吗 你去看看八九每天吃这些多宝鱼 吃那个什么什么的那些 什么那种 打孔雀绿的那种鱼 和那个莱猪 又吃那一种 寄克虫的剥落 你看把八九吃成什么样了 吃成那个脑子里面 都是什么东西 黄颜色的 那都是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 如果我们吃了台湾的食品 吃了台湾的那东西 我们就会变成八九一样的了 到时候我们嘴巴里没有一句真话 全都天天都在那吹牛逼 那对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利的 所以王毅讲这个话 我们要高度支持 各位 王毅说这个话就是对的 台湾永远就不是一个国家 你那妈屁 在外交上就是给他打击他 吓他 王毅就这样 就夏令元到大陆来 最终的总结是由 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王毅来总结的 你妈妈不是一个国家 就对他们很严厉的 这样子才对 这样子才对 所以说我看到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王毅真的 他以前当国财办主任的时候 对台湾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他后面那个什么张军什么的 那个开始就就开始瞎搞八搞了 把刘洁一干了干两年 马上叫他滚蛋 宋涛不要布他们的后 布他们的后城 人家这样子说 所以说我们什么主流民意 我们主流民意就是不希望跟他有什么来往 直接就干他们 干他们是我们主流民意 中国老百姓的意愿就是干他们 不要让他们有好的日子过 这个才是主流民意 这一点要搞清楚 而且你看他们听到来来来交流什么 交流什么 交流导皮尔文化 天天就是皮尔文化 专献皮尔 别的还有啥 白子运动背后不就是这些吗 上海的这个白子运动不是加入中华民国吗 是不是 王毅 美国对华偏见与无知已达荒谬程度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毅 2月17日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 与巴基斯坦外长 比拉瓦尔会面 王毅就中美气球事件 指责美方无视基本事实 对中国的偏见 无知已达到荒谬程度 王毅指出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因不可抗力 偏离航线进入美国上空 对于这一偶发意外事件 本应冷静 理智和专业处理 但美方无视基本事实 滥用武力 过度反应 渲染炒作 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做法 显然美方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 达到了荒谬程度 王毅表示 中方要求美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 不要再因国内政治需要 做出这种荒唐无稽的事情 所以现在北京在憋 在憋啊 就是在憋什么 就憋了 你又有什么国防部副部长到台湾去了 你又有 又把吴钊燮倒到白宫去了 你又打了我们的气球 他妈的是你逼我的 是你逼我武统的 如果蔡英文去或者不去 到时候火 在火头上 直接就干他了 直接就干台湾了 所以你看看 王毅这个话 就等于说全盘否认了 相关部门 跟这个 相关部门跟那个什么 跟夏令言的这个 这种互动 全盘否认掉了 对吧 这不就是这个事实吗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的这个事情 北约秘书长又参谎大放厥词了 北约秘书长 对俄罗斯和中国日益紧密关系 发出警告 北约秘书长 托尔腾贝格星期五警告说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并敦促那些相信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团结起来 共同对抗威权国家 俄罗斯出兵入侵乌克兰后 中国试图将其定义为中立 但同时却深化与莫斯科的关系 中国尚未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以谴责 斯特尔腾贝格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表示 北约在密切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关系 他说中俄两国正在一起进行军事演习 以及海空巡逻 他说当威权国家越来越接近并更加紧密地合作时 我们所有相信民主和自由的人在北约 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中站在一起就更加重要了 斯特尔腾贝格表示 北京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争 他说如果总统弗拉吉米尔普京在那里获胜 这将影响他们在北京做出的计算和决定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引发了西方大国的担忧 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台湾尝试类似的做法 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岛屿 北京声称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他只敢说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岛屿 北京声称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中午开始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由德国总理舒尔斯 法国总理马克龙 美国副总的哈里斯和中国最高外交官 王毅等世界领导人出席 北约你管到台湾的这个事情 我只能觉得特别搞笑 自治的民主岛屿 什么叫自治的民主岛屿 它是个国家吧 你敢讲吧 你敢讲台湾是个国家吧 你不敢讲的 对吧 你他妈的不敢讲 你在这里讲一个自治的岛屿 那么傻逼兮兮的 想想都他妈的搞笑 所以北约别北约不北约了 对吧 你俄罗斯的事情你们都搞不定 那个他妈的那个 那个欧盟的那个 那个傻逼女人 叫什么冯德兰 说现在弹药不足了 我们要 我们给武汉提供弹药 要像采购新冠疫苗一样 我的天哪 那可见新冠疫苗这个东西 不就是一个政治的东西吗 所以大家也能看到这一点吗 所以就我跟各位讲 你别看北约也好 怎么样 王毅在那边 你们西方慕尼黑安全会议 遭到里不是不叫中国去的 你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叫过去 王毅这是在欧洲 他实际上是中国大胜啊 为什么 你们欧盟由最反华的瑞典 率先带头来取消对中国人的路径限制 侮辱性的 歧视性的政策 这难道不就是战狼外交的牛逼之处吗 对吧 你中国再怎么样你也不敢把中国排除在慕尼黑会议之外 你还是要把他叫过去 叫到那边去把王毅叫叫过去 开这个会议 然后在这个会议当中取消对中国的限制 对吧 所以说这就代表了说西方那一套软东西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跟俄罗斯搞成这样僵化了 因为长期他们之间就没有那么多紧密的贸易生意做 无非是一个能源嘛 对吧 无非这些能源美国他要是吃这个蛋糕嘛 你欧洲妈的每年从俄罗斯这边省这么多钱 那这笔钱给我该多好 就是靠自己小弟来维持自己的 这一个骷髅头 骷髅价 也就是美国 它是一个骷髅 只是说它一半已经变成骷髅了 可能它两条腿已经空心化了 变骷髅化了 上身还是有肉身的 它下面已经变成骷髅了 慢慢开始变了 然后它要续命 它这个续命呢 不是说把这两条已经骷髅化的这个脚 又变成肉体 而是说加就是减速嘛 就比如说我已经烂到了这个 屁股这个地方了 烂到这个腰这个地方了 我现在吸它 等于说让我烂得慢一点 让我能够再苟延残喘一阵子 它是这个道理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好吧 所以说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 涉及上这个地位跟作用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否则的话 一个俄罗斯已经让他们 这么苦不堪言了 对吧 美国是通过吸自己小弟 现在的物价什么的慢慢在稳定 但是呢 欧洲这些物价 英国你看 英国的这个物价 每个月都震到百分之一 根本下不下来的 美国在下来 因为美国吸英国 吸欧洲 吸的它 我说过 它在缓慢的 在给它虚命 而倒霉的就是它自己的小弟 倒霉就是它自己的小弟 所以说这样的一帮国家 你觉得它最后 能够管台湾的事吗 管不了 管不了 谢谢各位 谢谢 最终我还要讲一点 这个中国的军方啊 军方根本就是不给台湾过门的啊 你不管你国财卖 跟怎么 跟他们下来怎么搞 军方该包围就是包围 不跟你废话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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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FEGER